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大臣无量寿经白化解 上一次我们讲到 化现其身犹如电光 今天从下一段经文开始谈起 我们先念一下经文 念魔见网解诸残伏 远超声闻辟知佛地 入空无相无怨法门 善力方便显示三圣 于此中下而现灭度 我们看筑解 首先谈到 裂魔见网解诸残伏 裂就是破裂 魔的含义 制度论说了 夺会命 坏道法 功德 善本 叫做魔 就是夺掉人的慧命 一个人生起正性的心 这是他的慧命的开始 但魔给破坏了 慧命的重要 比生命不知超过多少万倍 那这一点呢 我们得自己体会 就像佛经 开经记 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闻佛法的 因缘呢 是很不容易的 就好像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 一万两千年 过了之后 等 弥勒菩萨 从多率天下来成佛 那要五亿七千 六百万年 所以文法的时间 是在无尽的时空当中 是稀有难逢的 所以伤害人的生命 最小 坏人的慧命 这个罪很重很重 所以断人慧命 这个都是地狱罪业 那当然 我们 自己 也要 珍惜自己这一生文法 的机缘 今生不将此生度 更待何时度此生 所以不能拿自己的 法生慧命 开玩笑了 所以 这一段 开解 对我们就 很重要了 假如被魔 夺走了这个慧命 破坏了你 修道法 做功德 种种善行的根本 都被破坏掉了 所以叫做魔 魔 见呢 广义的说 凡夫心中所起的 都是见 都是见解 我们 我们听老二章讲经当中 都有提到 还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意思就是见 四十二章经当中 提到 圣物信 如意 如意 不可信 同一个意思 讲了两遍 代表 我们是很容易 顺着自己的想法 看法 所以师长一堂修行 修正自己错误的 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而这个说法 做法 它根本是想法 看法 我们的见解 思想 才去指导 我们的言行 所以这个 修学 老二章讲经 一直强调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 烦恼吸气 也就是不能 随顺自己的 想法 看法 那 狭义的说 广义是凡夫 心中所起的 都是见 广义说 决定性的见解 叫做见 那 人们常说的见 是指后者 一些很关键 决定性的见解 偏差了就麻烦了 你有一个固定的看法 你看什么东西 都是这样 像是戴了一副 有色眼镜 戴了红的眼镜 看什么都是红的 我们常说 成见 你对这个人有成见 其实你看他就越看越偏了 以前也听过一个故事 比方这个乡下 有个农民 农具丢了 他产生一个想法 一定是某某人偷了 结果越看越像 绝对是他 一定是他 这么想了 过没几天 自己在某个地方 发现自己的笼具了 跟人家根本没偷 但是 戴了这个有色眼镜 我们这一品经叫 德尊普贤第二 普贤行要见性不着相 见人家的本性 不着在人家可能做过的 一些行为或者言语 我们看到人的时候 往往先浮现出 他过去给我讲了什么话 他过去给我做了什么事 这个感觉一起来 我们就很难对对方 是很亲近 是很真诚 所以这个普贤行 首先礼敬诸佛 我们烙了印象 对人有成见的 那要礼敬他 有点勉强 举个例子 这个好像是在佛话 这个佛典故事里面 释迦摩尼佛 他去托波 一群小朋友过来了 看到佛典他们很欢喜 那这小朋友 他们刚好在玩土 佛来了 很高兴 把他们玩的土 马上放到 要放到佛的波里面去了 这个逝者在旁边 要去制止 准备要骂这个小孩了 这佛马上 今天拿到好东西了 因为这逝者 他心里就想 这波是放差的 他有一个认知了 怎么可以放这个 这个脏的土呢 但你看佛 在清净的心 在照到孩子的诚意 他们怎么诚心诚意 把他最喜欢的东西 要供养给佛陀了 见性 没有着相了 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 真的都不露对方的印象 可能对方都觉得 几件事对你很不好意思 但你都没有放在心上 他做了一点好事 你又赞叹他 很真诚地赞叹他 就触动他的善根 我做了那么多 让他不高兴了 他居然都没放心上了 今天还要公众赞叹我 人的善根就因为我们 真诚 不着相了 成就能感通了 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的 所以这个频道要接上 都要练这个 不着相 这样才能理尽诸佛 我还听过一个事例是 狗啊 我们一提到狗 有一句俗话叫 狗改不了吃死 结果这个狗啊 见到观音菩萨了 他下一个动作 就把他的死要供养 这个观音菩萨 结果他这么一做 他是解脱的畜生生了 因为那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所以这个 不要存有这个成见 那黄老提到了 所有的凡夫啊 都离不开 常见断见 这两种见 这举例啊 一般人容易形成什么见解 而且这些见解的影响很大 决定性的见解 人死了 如灯灭 什么都断了 没有了 这叫做断见 这是错误的 我们感受感受 一个人形成一个见解之后 就会影响他的行为 一个人假如听别人一说 产生了 真的 人死了 啥都没有了 那我接下来 这个人生要怎么过 我得及时行乐了 那有可能 他什么坏事 他也敢做了 反正死了都没有了 他没什么畏惧心了 一个见解错误之后 延伸出来的行为 那很偏 而且错误的见解 会误导自己 你自己还觉得很对 还告诉别人 甚至于还告诉小孩 我跟你说 人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把他的灰命都给葬了 你错误的见解了 这也算会夺人灰命 另外 我修得生了天了 永远不死了 这个肉身变得金身 永远不坏了 这是常见 这个也是错误的了 人在六道当中 是一直在轮转的 也不是说 我这一生是人了 我下辈子也是人 那不见得了 看我们照做的业 带我们去脱胎了 所谓祸夜苦 迷惑了 迷了就造业了 比方说我们 这一生迷了 比方说自私了 自私就迷惑了 自私就会有照做的行为 就伤到人了 伤到人就造恶业了 这个恶业 就带我们下辈子去投胎了 那就看照做的业重到什么程度了 太重了 可能就都到地狱去了 所以断肠两贱 叫做边贱 边即是矛盾的一方面 断肠是一对矛盾 你看这两个见解是相对的 毛跟蹲 也是一个 好 好像有个故事讲了 我这个毛 什么 什么盾都可以戳过去 这个盾说 我这个盾 什么毛也戳不过 这两个认知 现在很矛盾 断是一边 长是一边 凡夫不落断边 就落在长这一边 那这个边见 是十种见识祸之一 都是邪见 就是错误的见解了 一个人沉见过身 如 这个如就是辟育 人体内 长成了骨刺 行动不变 十分有害 对自己有严重的害处 所以这样的沉见就叫 见识 就好像身体长骨刺 邪见很多 这个见识是从对我们的伤害 那邪见很多 叫做见灵 树灵的灵 身陷临终 不易出离 我们有时候对很多人事物沉浸很多 自己在那想 想了自己都很痛苦 我们身陷在都市丛灵中 很多这些想法 看法 价值观 我们能不能随波逐流 这个都不简单 身陷临终 不易出离 种种邪见 错终交织 形成猪网 像蜘蛛网一样 那就叫做见网 所以裂 磨见网 裂就是把它破裂撕掉了 所以这个见网 所以我们学习了黄老这一段教诲 我们下一次再看到蜘蛛网 应该会产生关照 我不能把错误的见解把我自己给困住了 逃脱不了了 所以这个见网就令人难脱 所以叫邪见网 磨见网 那四无量心 慈悲洗手 这个都是我们要修的 这个十三一道经里面就有 这些教诲 这磁庄严固 愚珠众生不生脑害 有人因我们而生烦恼 我们要反省 不够迟了 所以假如十三一道经经文 我们常常随闻入关 就提醒自己 自己讲话 不要去吃到别人了 不要让人生烦恼 不起脑害 这个言语要柔和 言语让人生欢喜性 悲 庄严固 敏诸众生 常无厌舍 就怜悯众生 不舍弃众生 这是悲 比方我们现在学佛了 也愿意去互念他人 但是我们不能互念别人互念到 算了 不理他了 在这个悲心就不够了 真是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本来前面 这些付出还是挺难得的 这个心念一起 火烧功德领 功德不好保持 常不厌舍 不舍 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我们应该在这个境界当中 观照自己 是不是耐性不够 是不是有点强求 有点攀岩 佛菩萨帮助众生 不急于一死 因为我们的心就浮躁 心就容易带情绪 可能就这样的言行一出来 势得其反 所以要帮别人 最重要的是我们 心要是真心 要用对才行 因为别人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我们的振报 振报是我的心 所以真要帮好别人 最重要护好自己的心念 你没有护好了 这个心里面夹杂的控制 夹杂的情绪 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现在世间常说 爱你没商量 看起来还有一个爱 没商量就强迫中奖 有种控制要求 你看佛菩萨的行使里面 有没有强迫别人的 这个喜庄言固 叫水喜 喜庄言固 见修善者 无贤疾心 看到人家修善了 水喜赞叹 不嫉妒 不嫌弃 不嫌弃 不嫉妒 不会排斥别人 你见到善人 你见到善人 贤人 白痴 我这个业可重 舍庄言固 舍庄言固 要舍掉 舍弃 一切邪见 一切分别 就像刚刚说的 顺为敬 你不起分别 它是顺跟逆 你就不会产生 顺敬 参爱 逆敬 称慧 我们往往起了分别 再发展就是执着 禅宗 深参大师有提到 但莫真爱 动然明白 人这个爱真心一起来 烦恼做主 大家去感受感受 我们很喜欢一个东西 你看这个心都动起来了 喜欢一个人 没问题没问题 支票都看出去 讨厌一个人 那对立的情绪 称慧心很容易起来了 看人看事都看不清楚了 不可能明白 所以大学里面说的 好而知其恶 物而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所以这个爱真心 会搅着自己的心清静不下来 大学又具体讲了 这个 这个 故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苗之缩 当父母的人 对自己的孩子产生贪爱 对自己的孩子产生贪爱 就觉得他还是什么都好 可能幼儿园老师提醒了 他都没有放心上 所以 所以慈母多败子 古人这个话就是在提醒了 当我们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要冷静冷静 不然你看他看不清楚 你也帮不了他了 我们爱一个人就是为了帮助他 护念他 那 这个爱产生偏执了 你不止帮不了他了 甚至害他了 别人指出他的问题了 你还袒护他了 那不是害了他吗 莫知其苗之缩 比方这个龙夫啊 他心里有贪恋 他就觉得 哎呀我希望长很多啊 结果他期望很多啊 他就觉得哎呀 我这个长得不够不够多啊 他已经长得比别人多多了 但是他心里就有这种希望更多 他就觉得太少了太少了 就对事物看都不客观了 所以这个真战大师讲到的 但莫真爱动然明白 所以修行人呢 要把爱真先放淡了 这个是索要工作 那夏老的法语里面分析到 那么烦恋起于爱真 爱真又起于分别 哦所以假如能够舍弃一切分别啊 哇那这个烦恼从根上就把你看断了 你把这些错误的见解都舍掉了 那这个就是裂魔剑王 但古云舍身容易 舍剑难 我们佛弟子问他 你愿不愿为佛门牺牲生命 牺牲生命在所不齿 这叫舍身容易 舍剑难 老阿弹讲经也说 两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 人为什么吵架 觉得自己对 对方不对 他这个认知多强 他学了二十年 三十年了 其实他的自我的认知还是很强 佛菩萨都教我们横顺众生的 怎么还吵得起来 老阿弹说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所以这一句舍身容易 舍剑难 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老阿弹说 修行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 自己的烦恼稀气 不随顺 自己的想法看法 还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你看孔子 孔子没有哪一句说 我说 我觉得 孔子说 恕而不住 幸而好苦 所以老阿弹这一句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烦恼稀气 在讲经当中常常出现 出现频率越多 代表这一句教会越重要 那我们关照关照 我们现在有没有随顺佛菩萨教会 我们要随顺佛菩萨教会 我们就要放下自己的这些见解 你不放下 你怎么随顺呢 用我们现在熟悉的电脑操作 就是我们现在遇佛法 还没有遇佛法以前 把我们自己折腾得够呛 很多烦恼 像我折腾的 像我折腾的 跟我的姐姐站在一起 人家都说 你的妹妹 这叫幽能死能老 所以自己的这些想法里面 并延伸出很多的忧虑牵挂 那现在既然已经遇到佛法了 又遇到老儿上这样的大善之事了 这么好的姻缘怎么珍惜啊 珍惜不能是嘴上讲的 要有实际行动 实际行动 依教奉行啊 随顺佛菩萨教会了 我现在随顺 要按一个键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用电了 用大家熟悉的来比喻 大家比较容易体会了 按什么键呢 delete 选好了 他一按把它锯掉了 那每天听经文法 正知正见怎么样 把它download进来 下载 那这些功夫啊 都要自己下了 有没有人要delete的时候说 哎呀 这些想法跟了我几十年了 有点舍不得 这个就好像 这个身上背了很多烦恼 就好像背了垃圾一样了 背了几十年 现在知道它是垃圾了 要把它丢了 要丢出去的时候 又拉回来 哎呀 他跟了我几十年了 有点舍不得 那这个就不妥了 你已经认知 知道它是垃圾了 它是垃圾了 那应该要 会见断烦恼 一刀要把它砍断了 舍见了 黄老慈悲了 现在 进一步知道我们怎么舍啊 要舍弃一切邪见 用着直虚猛追大士智菩萨 大士菩萨的修行方法了 单提一句圣号 静念相继 就用这一句佛号啊 把我们错误的想法看吧 把它清空了 心里不装这些妄念了 不装这些沉见 我们常常说要真诚在人 你不把心里面这些沉见清空掉 要真诚在人 不容易了 所以心中常有佛号啊 这个人就越来越真诚了 静念相继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样才能 透脱摩见网 才能彻底把这个摩见网放下来 我们能够念到 念而无念了 无念而念 这个属于理一心不乱了 这个真心现前了 这个就是老和尚常常知道我们的 放下妄想分别之中 自信就现前了 放下的方法 就是直须猛追大势至菩萨 这一句 单提一句圣号 无量光寿就是这一句名号 是我本觉 起心念佛 方明始觉 脱笔一阵 显我自心 死本不离 直驱绝路 这个最快成佛的方法 老实静念相继的念 老实静念相继的念 就能把这些魔剑网放下来 解诸禅服 这下一句经文 据静永疏 一切烦恼结 结就是好像塞住了 都是禅服 菩萨化现十方 教化众生 断理烦恼 这个叫做解诸禅服 我们在观察自己 观察他人 这个烦恼相续不断的 好像被绑住了 残伏住了 解脱不了了 越想 越痛苦 越钻牛角尖了 这一句啊 对我们现在人 很相关的 19世纪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20世纪是癌症 21世纪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 心里的烦恼太多了 很多的痛苦啊 纠缠啊 而且这种病啊 你不赶快 帮他解开这些烦恼啊 那他就会越来越恶化了 身体的病跟心里的病一样啊 身体的病啊 你要找治疗啊 就好吃了 拖越久也难吃 心病也是一样啊 当然 我们也要啊 能观察到别人的心里的烦恼痛苦 尤其亲戚朋友 我们要能观察得到啊 我们才能及时给予他互念 现在 尤其都市的生活啊 非常的 景臭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景臭的生活啊 人的心 安不安定 有一些大都市啊 哇 那走路的速度啊 感觉好像人推人啊 那他心不安定啊 他就起不了关照 可能连最近的人呢 他都不能观察到他的情况 我们有一个词叫麻木不冷 他自己就忙到都陷到 室里面去了 心里很烦呢 他怎么去体恤到身边人呢 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讲课啊 上了车啊 这个同修啊 就说了 哎呀 最近有一件事很遗憾啊 我一个邻居才十九岁啊 就突然自杀了 我说你这个话有点问题啊 怎么可能是突然自杀的呢 一个人要走上绝路啊 他少说也有几年 甚至于十几年 二十几年所积累的负面能量啊 他说是他的父母说的啊 哇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看一下 一个孩子来到父母的生命中啊 他本来是什么状态 连心啊 哇 你看那小孩 鸭鸭学语啊 别人都听不懂 妈妈每句都听不懂了 你说这是用耳朵听 还是用心听的 这个我都经历过了 我这个外甥学讲话的时候 我听不懂 都是他妈妈翻译的 他妈妈的耳朵也没有比我好 父母子女连心耶 怎么几十年之后变 他都已经内心痛苦到这样了 父母都没有感觉 所以这种 追鸣逐利的日子啊 真的会使人的心啊 慢慢不敏锐了 其实都要冷静想想 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这样朝九晚五的 努力工作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自己跟家人的幸福快乐啊 我们不能 人生的路走着走着 把目标给忘了 只是随着 只是随着 一种社会的洪流在往前走 社会的洪流啊 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被它影响了 尤其这个攀比行为假如没有放下 比较比较比较就跟着它走了 现在的洪流是 都是名利的追逐啊 那只会让人越活越痛苦了 家庭的幸福啊 这个才是我们要追追求的正确目标啊 那当然我们要解别人的烦恼残扶啊 我们也得解自己的烦恼残扶啊 先觉才能觉后觉 对了 我们要解自己的祸迷惑了 我们才能帮人家解祸了 我们都做过三十信念了 其中有一句 大家应该有印象 诸苦皆从贪欲起啊 烦恼从哪来的 不贪了 贪了 人生能解知足了 不贪了 烦恼一时处了 我们 首先呢 知足常乐啊 那我们整个身心状况不一样 那我们整个身心状况不一样 越来越有笑容了 额头越来越发亮了 你那亲戚朋友看到了 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到 不少烦恼 看你活得这么快乐 可能就 会找你聊聊 这个就叫为人演说了 所以菩萨都是 帮助众生的 解诸残腐啊 而且是以身教来带动 远超声闻 批之佛地 声闻是佛的小城 地址 文佛所说啊 有苦疾灭道 四地教法等 声闻 听佛说法 解悟其中的妙礼 然后呢 断除见惑与失惑 初离分断生死 就是六道的生死苦海 他处理了 所以正路啊 罗汉果未 我们熟悉的 悟见年 摄利佛 他们都是声闻众 那这个四地呢 苦疾灭道啊 首先这个苦啊 世间的果 世间的果 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果相 三苦八苦 生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离求不得 五因赤胜 那疾呢 疾呢 疾呢 疾是啊 现在世间苦的原因 所以所有的事都没有离开两个字 就是因果 这个疾就是我们呢 迷惑了 有见识烦恼了 迷了 就会做出不对的行为了 就造业了 那造了很多业啊 就着急了 这些造的业都汇集起来了 他的果报就在现前了 所以黄念老说 谨防业力发动啊 谨防业力发动啊 这个事情做完之后 好像这个缘结束了 可是他所形成的 无形的业力存在啊 这些业力越巨越强了 这个苦果就现前了 而当这个苦果啊 已经形成了 那你要把它化解掉啊 那就很难很难了 从身体来讲啊 从身体来讲啊 你这些不良的因素 熬夜啊 乱吃啊 慢慢慢慢你毒素越聚越多了 聚到最后变成癌症 一个肿瘤了 那就很麻烦了 他还没有聚起来的时候 你很勇猛的断恶修善 那这个可能就大势化小了 这个夜啊就化解 所以黄念老说 善根发动 你都是善根起来 都在行善的 你哪怕有苦因啊 它没有缘 甚至这个缘殊症 都把它削弱掉了 好 那 佛在世的时候 我们看有一些苦果形成了 佛也没有办法阻止了 就像释迦族要被灭主了 它这个苦果形成了 所以释迦佛也阻止不了了 好 这个疾呢是造成这个我们世间苦的因 那灭呢 灭呢 灭呢是我们能脱离 这个六道轮回 就是出世的圣果 极灭了 这是出世果 那道呢 道就是出世的因 修因呢 修因才能得果啊 那怎么修才能出去呢 要正住双修啊 包含十三页道理经里面 要遵循八正道啊 那好好去修了 能治涅槃 所以这个道呢 所以这个道呢是出世的因 好 接着呢 辟知佛 这个辟知啊 是凡语 翻为因缘 佛是觉者 所以就义啊 之前翻译这个辟知佛啊 都是圆觉 心意呢 是独觉 因为 他是自己觉悟的 不是听佛说法觉悟的 他观十二因缘法 得觉悟的 叫做圆觉 观风吹 树洞 夜落花飞的外境 而沉道的 叫做独觉 这个够厉害的 看了就觉悟了 他 他们虽是小乘法中的圣位 但是 成空 至极 他们住在 空里了 未能发起 平等 普度 无量众生 齐驱 无上佛果的 大心 他们没有舍小向大 所以 会中 诸大士 善巧方便 随机度生 能 能释现身文批之佛 教化众生 而离身文批之佛之相 所以 所以 远超 惡圣 他超过惡圣人 那 当然最重要的 他们是 都是 大乘心的 菩萨 那 这个 原觉 他们是观的 十二因缘 那其实 我们 听了佛讲十二因缘 我们也能从我们现前观察得到 这个十二因缘是无明 行 这个无明其实就是见识烦恼 你有迷了 迷了 遇情况了 他会有行动 迷惑 行动就是造业 会有善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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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恶业 行程了 那会带我们去受报了 叫祸业苦 所以无明缘行 行缘事 那个招业了 业力带着我们要受报了 那个事就是来投胎了 阿赖业事来投胎了 四元明色 我们就投到呢 《复经母学》里面 明是有精神 色是物质 明色之后是六入 六入 六入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些功能起来了 不然前面只是一个肉团而已 六入 那这个六根都长出来了 它就会有触 会有感触感受了 会有感触感受了 所以触接着就产生受 产生感受了 这个你喜欢了就产生爱了 爱了就产生取了 取了就产生要占有了 就爱取有了 你想占有了 那开始造业了 造了业 你又要去投胎了 又要老死了 就一直在这里循环 跳不出去了 所以修行人 你人让它这个循环不产生 你把它从中断掉了 就出来了 那一般从哪里下公分 不要爱 或者不要娶 不要有 你没有爱取有 你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老和尚说 有使用权 不要有所有权 这是我的 有了 所以老和尚说 这个出家人 这个有没有放下了 我的道场 哇 他这个 神师一出来 又要回来了 又回来 道场里面 没有人 男女 交配 那只能投到 道场里面的其他的 畜生道里面去 老和尚讲经说 他住的那个六合园 那只猫 可能是以前的主人 主人就觉得 这是我的方式 好像去参观的 他还会带人家参观 然后坐的时候 都坐在那个主位 那我们 这个十二因缘 这个可以去 学习老和尚 佛学 十四讲 讲记 然后我们 在境界当中 就要很 警觉性要很高了 不能起爱 取有的念头 不然就 自己就 这个轮回就越卷 越 越境虚了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